好 同學我們接下來上胸腔科的另外一堂課 大家很辛苦了 外面很熱 裡面還好可以吹冷氣 那剛才前一個老師有跟大家上過 應該是比較偏向Infection的部分 像Emonia ARDS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這堂課我想就是進入到 比較是呼吸道的部分 或許跟Infection相關 跟感染相關或許不相關 但是是以疾病也為主 那接下來比較大的一個方向就是呼吸道的 包括COPD 大家知道COPD COPD知道嗎 知道了 本來想說要不要打中文 要不要打全文 我想應該大家都應該知道才對 那Bronchiasma COPD就是我所謂的慢性阻塞性肺病 那Bronchiasma 就是氣喘 那大家知道大陸是不是叫氣喘 大陸叫做哮喘 我們叫氣喘 所以不太一樣的 不過大概講起來大家都知道 那第三個就是Slyapin Slyapin就是睡眠呼吸中止 等一下 等一下 同學睡覺不要打呼太大聲 太大聲可能就要懷疑我睡眠呼吸中止了 所以原則上 那今天這個部分應該就是兩個部分 一個是腦部的問題 牽著到呼吸嘛 呼吸就是一個是腦部的問題 那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肺部的問題 那這樣來影響到這三個病 那這三個病原則上 就是串連到今天我們講的這個 所謂的Slyapin 還有COPD 還有Asma 這三個病把它串連起來 那這三個其實是有關聯的 一個呼吸不是只有靠肺部 還要靠腦部 腦部有指令傳下來 我們才會做呼吸的動作 所以為什麼今天會把這三個病一起講 其實它是有它的關聯性在 那原則上我們現在先不管腦部 反正腦部等一下再提 我們先管呼吸肺部的這兩個病 那這兩個病就是所謂的COPD跟Asma 這兩個 以目前來講 就呼吸道的疾病算是大宗 那這兩個病因為是個大宗 所以 所以 全世界 就有它 它在治療這兩個疾病的該難 剛才前一個林醫師有沒有跟大家講 里摩尼亞有治療的該難 對不對 都有該難 所以現在全世界已經 已經是共通的語言 所以 這是兩個病 就是 氣喘跟COPD 慢性阻塞性非病 在我們呼吸道裡面 就把它列在是 Aptractive Airway Delice 叫做阻塞性的呼吸道疾病 那就是呼吸道比較狹窄所引起的 那大家如果要查 氣喘 的該難 很簡單 大家如果有iPad 或網路 直接查這GINA 這四個字進去 就是所有的 裡面的內容都在裡面 那這GINA是個檢寫 叫做全球氣喘創意組織 叫GINA 就是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 就是一個檢寫 那如果要查COPD呢 也很簡單 就查這四個字 叫GOD 黃金 GOLD GOLD 進去 整套叫全球慢性阻塞性非病的創意組織 一樣是個檢寫 Global Initiative for COLD 所以 那為什麼不叫COPD 你想說COPD為什麼叫COLD 我想可能為了檢寫比較好記 比較夠的 不然COPD可能 如果這裡沒有LUSP的話 可能就不是那種夠的 比較不好記 所以他們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封面 也是用黃金色的 所以是金黃色的 所以這個是全球的該難 所以如果想進去查 就查這兩個 應該就可以找不到 那所以 我慢慢來提 就是一個一個病來提 那我們首先來講這個COPD的部分 叫做慢性阻塞性非病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是什麼 這就是所謂的GOD 這個GINA 是全球的各個國家 參與制定出來的 來治療 COPD的一個GINA 台灣有沒有 在哪裡 在這裡 有啦 不要講沒有 我們在全球來講 也算蠻先進的國家 所以 有些 臨床的試驗 或是在肝癌 還是會找我們去參與 在這邊 所以這個 夠肝癌 我們有參與到裡面 OK 那其他國家 很多 所以 這是一個大家 共通的語言 那不過COPD 就質疑上蠻簡單的 叫做慢性阻塞性非病 可是現在慢慢知道說 其實他的一些病理生理學 其實還蠻複雜的 所以一個COPD的病人來 找你的時候 那其實他的病理生理學 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個方面就是什麼 就是Lung hyperinflation 所謂Lung hyperinflation 就是肺部因為阻塞 所以過度充氣 氣吐不出來 氣吐不出來 肺部就會充氣 充得很厲害 這叫Lung hyperinflation 以前對COPD的了解 就僅止於在Lung hyperinflation 意思就是說 他是個可逆還是不可逆的病 以前認為COPD 一旦診斷COPD 就是不可逆的疾病 不可逆的疾病 所以曾經有人研究 統計過說 一個COPD的病人 如果住院 這次如果住院 叫做急性惡化 那住院以後 那出院了 他的還有多少日子好過 平均以前認為是3.6年 3.6年就是說 今天他如果住一次院 出院 他未來就只有死 不到四年 就死掉 這是對以前 對COP的了解 所以在我十幾年前 那時候 一旦病人診斷COP 就認為說 這個不可逆的疾病 然後藥也沒有效 那怎麼辦 就等了 時間到 那唯一能做的就是說 環境的因素 比如說如果抽菸 戒菸 那等待時間到就走了 那所以有一陣子 COPD 沉積了一陣子 大家都在治療氣喘 可是氣喘 雷江偉講 氣喘經過 癌內這樣制定起來 病人都制定得很好 都治療得很好 那最近這5到10年 大家就回過頭來說 那應該好好把COPD 再拉回來 總不能說 一旦診斷 那就等死 所以 慢慢的 對這個了解說 可能不是 因為COPD 它不會一開始 就變為不可逆的疾病 它應該是一個 呼吸到一個變化 才變到不可逆 所以慢慢又拉回來說 可能跟氣喘一樣 它肺部還是有一些先發炎 先呼吸到一個發炎 不論是酬炎進來 或是環境的因素進來 它還是會先發炎 那發炎以後 才會產生肺功能的變化 那在發炎的時候 就會產生什麼 呼吸到的hyperresponsiveness 呼吸到的過度敏感 所以就變成說 它也有發炎 也有呼吸到過度敏感 所以就變成說 那時候 剛剛講這個理論的時候 變成搞得大家很混 那這樣不是跟氣喘又很類似 因為呼吸到以前就認為說 氣喘也是這樣子 比較早期的COPD 應該也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認為說 它的病理生理學 就是這樣三個組成在一起 如果是有好好的治療 那當然OK 那如果沒有好好的治療 它進入到肺功能 就開始變成阻塞性的肺病 那肺功能裡面 認為說 它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RV會增加 RV 大家是學過生理學嗎 就是所謂的residual volume residual volume residual volume會增加 residual volume是什麼 就是我們用力吐到完的時候 它有一些留在肺部的氣體 那就叫residual volume 每個人都有residual volume 絕對沒辦法吐完的 因為我們肺部 肺炮一定要維持在一個張力 不能完全collapse 不能完全塌掉 所以就算你用力吐到完 你還是有些residual volume在 那就維持肺炮是一個張開的狀況 但是呢 慢慢的這COPD 因為呼吸道越來越狹展 所以它氣吐不完 吐不完以後 這個residual volume就越來越增加 那residual volume增加會怎麼樣 就每次氣都沒有吐完嗎 沒有吐完以後 在吸氣的時候 這個含氧比較多的氣 就吸不進來 吸不進來 所以它呼吸道永遠處於什麼 二氧化碳高的氣 氧氣不夠的氣 在那邊 慢慢的 就開始會什麼 這病人開始就會喘 走路就開始會喘 開始會喘以後 這個病人 尤其因為這個台電腦動畫 效果不正好 所以 慢慢就會喘 會喘以後 就開始什麼 對不起 有亂跳 鬼月還沒過就亂跳 鬼月還沒過就亂跳 就開始會住院來急診 住院來急診 久以後就開始會有一些其他的併發症跑出來 那併發症跑出來 最後就走向死掉 死亡 所以現在全球來講 無論是美國 日本 歐洲 都認為說 它的花錢 花的錢 花在治療COPD的錢 越來越高 有一個說法 就到2020年 現在是2014年 2020年 未來COPD死亡率 現在還是HARD跟腦部 腦血管裡面占一二位 COPD還在後面 還在六七名 可是未來2020年 他們有說是在第三名 死亡率就占到第三名 我們常常在跟我們修行科醫師講說 如果照這種趨勢 那我們這幾年不用治療病人 反正他會跑到第三名 不是啦 所以預期是這樣 但是現在慢慢的 對COPD了解越來越多 他還是可以去治療他 那如果讓2020年還是 讓他爬到第三名 那就是大家的責任 那就是大家的責任 那我們來講說 這該難 COPD的該難 有告訴大家 這以前 在2011年的該難 都告訴大家 COPD要怎麼分類 分類就用廢功能 廢功能 廢功能很簡單 就是FE1比FEC小於0.7 就是第一秒鐘吐氣的量 比上所有用力吐氣的量 是大概小於70%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故隙道有阻塞 所以在第一秒鐘 沒辦法把70%的氣吐完 所以FE1比FE小於70 這是基本的條件 你有符合這個條件 他就是阻塞性的肺病 那再用 這個如果都符合小於7成的話 那再用什麼 FE1 FE1就是吹出來量 是跟正常的來比 是大於80 還是80到50 還是50到30 還是小於30 小於30 這樣最嚴重 那以前就用這樣來分說 病人是Mild 輕微的 還是Moderate 還是Severe 還是VerySevere 非常嚴重的COPD 廢功能大家了不了解 這樣講知不知道 知道齁 來 你今天 身體學大家學過了 就不太 不能再重複講那麼多 會講不完 OK 所以以前都是用肺功能來分 COPD疾病的嚴重度 就從輕微到中度 嚴重度到極嚴重 那所以呢 該那時候告訴你說 如果他是輕微的 輕微就是他FE1 是正常人的80% OK那很好 那只要做什麼 每年打疫苗啊 戒菸啊 這樣就OK了 打感冒疫苗啊 打肺炎症酒精疫苗 然後如果他FE1 開始不正常 50到80 那就考慮 給他吸什麼 支氣管擴張劑 吸入型的 Inhale的 支氣管擴張劑 已經被遮掉了 那如果到Severe的話 除了支氣管擴張劑 可能還要再加上 吸入型的類固醇 或是加上肺部復健 Pumnal Rehabitation 那如果更嚴重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給氧氣 甚至要開刀 治療 所以這個 照這樣來治療 可是啊 這個從2006 一直到2011年 大家都用這樣來治療病人 可是發現說 效果怎麼沒有想像那麼好 因為這樣 慢慢加上去的時候 其實 病人的症狀 跟他的肺功能 其實有一點點 dissotiation 大家都在跟 這個制定肝癌那些人 反映說 我們常常碰到說 FE1 moderate 的病人 哇 一動就喘 躺在那邊 沒辦法動 門診也碰到說 FE1 小於30% 每三個月回來看門診 他也沒事情 所以 他想說 COPD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用肺功能就可以分他的嚴重度 他說慢慢覺得好像不是這樣子 全世界人都在跟他們反應說 嗯 怪怪的 所以我們回顧說 COPD 這一輩子 這一輩子就是什麼 FE1 慢慢在下降 然後症狀慢慢在出來 這個 圖都被 改過了 所以 所以 剛開始是肺功能的障礙 那後來呢 就急性惡化 然後就是 住院 最後就是死掉 那死掉 原則上 COPD變成死掉 會因爲什麼死掉 當呼吸衰竭死掉 是 像剛剛感染 你是有感染死掉 大概人的最常見 其實不是 很多人是因爲什麼 心臟血管的疾病死掉 三分之一 是因爲心臟血管的疾病死掉 三分之一是因爲感染死掉 三分之一是因爲感染死掉 所以這樣的狀況下 過去我們用這樣 該奶來治療病人的時候 發現說 咦 到之前該奶來治療病人 好像可以減少什麼 肺功能的惡化 可以減少病人來住院來急診 可是呢 好像沒辦法減少病人死掉 還是一樣 所以後來 這些大規模的 study 告訴他說什麼 你F1V1如果大於50%的時候 就來治療 他就可能會減少死亡率 可是如果F1V1小於50% 才來找你來治療 病人的死亡率都不會變 所以知道說COPD其實很多個什麼 不同的phenotype 很多不同的型態 很多不同型態 所以 以剛才肺功能來治療的話 效果是不好 所以我們回到以前 以前大家去查COPD 最常見就是這兩種圖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兩個圖 生理學應該學過 這個是什麼 這是一般我們在講的MPC 肺氣腫 這個叫做Promybacchitis 叫慢性刺激管炎 現在是過去的定義 過去對COPD認為就是 這兩種病人 這兩種人 一個叫做肺氣腫 一個叫Promybacchitis 那過去也告訴他說 這叫什麼 Type A Type A的COPD 這叫Type B的COPD 那也有人講說 這叫什麼 Ping Puffer Ping Puffer是什麼 Ping Puffer Ping的就是比較粉紅色的 Puffer是和臀 那為什麼叫Ping Puffer 因為這種病人他是MPC 所以氣呢 都吐不完 所以到後來病人會變成這種 撅嘴呼吸 這樣在吐氣 所以你去Google找說 好像一個粉紅豹在吹喇叭 吹喇叭一定要用撅嘴 用於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直都用撅嘴 在做 吐氣的動作 所以叫做Ping Puffer 那因為他不太容易會 一開始不太容易會缺氧 他吸得進來 但是吐不出去 所以呢 不太容易缺氧 不太容易缺氧 他們才叫Ping 所以還在粉紅色 可是另外一個叫做 Chromibonchitis Type B Chromibonchitis 因為他呼吸道是狹窄 所以他也吸不進來 也吐不出去 所以你會看到他叫做Blue Blotter Blue Blotter是什麼意思 Blue就是藍的 他會缺氧 他比較容易缺氧 所以呢 你去Google找一個恐龍 藍色的恐龍 會缺氧 那Blotter是什麼 Blotter就是腹脹 肚子脹氣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種病人 肚子就是大大的 然後呢 在那邊喘 喘呢 嘴唇都直直的 會缺氧 所以叫Chromibonchitis 以前都這樣分啦 這好久以前 從我在念書的時候 就是這樣分 可是後來 有Pever提到說 你講他是MVC 他是廢氣種 可是 是不是所有的MVC病人都有廢氣種 就發現說 有的人沒有 那現在就是 你這組病人叫Chromibonchitis 那Chromibonchitis 是不是所有病人都沒有廢氣種 你會發現說 Chromibonchitis也有廢氣種 比如說他是mixed 不可能那麼pure的說 他就是MVC 也不是單純的是Chromibonchitis 他有可能是兩個都有 所以變成說 後來的GoGuy9 我們剛才提到 Guy9就揚氣了 這種MVC 跟Chromibonchitis 這個分法 現在的COPE的分法 就不是用MVC TypeA的MVC 或TypeB的Chromibonchitis 這是比較舊的 所以現在考試 應該不會用這樣來考大家了 但是以前有這樣的想法 這個大家也要知道才對 因為MVC知道說 這個肺功能 我們找三個病人 一個是什麼 F1小於30的 這就是 very severe F130到50的是什麼 severe 那F1是50到80 是moderate 剛才提到的 這個不同type 可是你可以看到 病人的症狀 你看我們找三個病人 這個F1在 GOLD 我們叫GOLD34 第三級、第四級 就是 severe到very severe的病人 臨床上場 叫他走路 漸步如飛 你可以看到 這兩個人叫他走路的時候 走得很快 結果這個F1 50到80%的 只是moderate 他被人走路要用氧氣 他要帶氧氣才走 而且他走不遠 所以病人說 慢慢我們從臨床上看這些病人 從過去的定義 跟過去的GOLD34 不太對 你說 他是極嚴重 你這個知道 變成極嚴重的 COP就變成 走來走去 見步如飛 這樣怎麼對 然後 比較輕微或 moderate COP的病人 要帶氧氣才能走路 怪怪的 所以這就 比較不對的地方 所以不對的地方 慢慢知道說 慢慢回到呼吸生理學 來講 生理學告訴你說 那我們就 陽氣剛才的 Chromibankhydes 跟MVC碼的講法 就是說 所有的COPD 他的生理學變化 就是MVC碼 就是有肺氣種 因為他就是氣突不完 那從肺氣種裡面再去分 他是什麼樣的MVC碼 像是Sentrylovula MVC碼 就是Penlovula 其實Sentrylovula 就是比較像以前的Chromibankhydes 他是 小支氣管出問題 的MVC碼 那Penlovula 就是 肺炮出問題的MVC碼 所以小支氣管出問題 小支氣管發炎出問題的 所以導致這病人 表現出來就是 咳嗽 有痰 那會喘 但是如果是肺炮出問題 表現出來單純是肺炮出問題 那這就是 以前的MVC碼 就是他就是喘為主 不一定會咳嗽 所以現在COP都有MVC碼 當作是他的一個 生理學的變化 所以這個 這就是剛才提到的Sentrylovula emphysema 跟Penlovula emphysema 兩個有點不一樣 原來病理上 它主要是呼吸道 是Branchiolitis 就是 知小支氣管出問題 那這個Penlovula emphysema 就是肺炮出問題 所以Location 大部分這個是比較 Middle load Upper load 那這個Penlovula 大概是Low load 下肺炎為主 那這可能跟某些 的像Alpha-1 Antitucine 這個蛋白質酵素棉 的缺乏有關係 導致肺炮都會破壞掉 那病理的變化 剛才提到 有可能就是它的 破壞是在肺炮 那這可能跟抽菸 或是職業的因素 比較有關係 那Sentrylovula 中央型的 就是跟小支氣管的發炎有關係 那小肺炮發炎 有可能不一定是抽菸 有可能是剛才提到 常常的感染 受傷所導致的 那你知道 在 這兩種人 Penlovula emphysema 跟Sentrylovula emphysema 台灣哪一種type比較多 台灣是這種比較多 還是這種比較多 是有痰的那個比較多 還是單純是 是Aveola change的比較多 哪一種 有痰的 對 台灣是有痰的 就是Sentrylovula emphysema 比較多 那這個 都是 大陸來的比較多 後來我們 現在去廈門 其實廈門的COPD 病人 大部分還是這邊的比較多 那我們以前碰到的都是什麼 都是 比較偏向 比如說農民 農民是以前從大陸過來的 他們來大部分都是什麼 就是剛才提到那個瘦瘦的 那 像 Aveola type 這種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 genetic的問題 基因的問題 還是說 環境的問題 因為 台灣是個海島型氣候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說 常常 大家常常在感冒 常常在發炎 這種狀況下 就會形成什麼 所謂的 呼吸道的病變 所以比較容易變成這種 Sentrylovula emphysema 那如果是單純的抽菸 單純的環境的因素 大部分都是 Penlovula emphysema 所以兩個不太一樣 所以慢慢 回到剛才提到說 剛才提到的 Go2 Go3 Go4 這個用F1V1的嚴重度來分的時候 可能 對到病人 就不準 你可以看到 肺功能嚴重的 它的situation反而 不一定會掉 病人比較不會喘 可是這 嚴重的 反而病人 situation會掉 也 氧氣會掉 比較會喘 那如果用這個 Sentrylovula 跟Penlovula 來分的話 那這Penlovula emphysema 它可能就是 比較偏向這個 那Sentrylovula 比較偏向這個 比較容易喘 比較容易缺氧 所以這個 慢慢的 對定義上 有些 不太一樣 所以從2011年開始 剛才提到那個 是2011年前的 夠感染 所以從2011年的 夠的 夠感染來講 把COPE 重新再做一個定義 以前都認為是不可逆的 那現在慢慢就變成說 它提出一個叫做 是preventable 跟treatable preventable 跟treatable 定義上 就重新再定義 它是可以預防的 而且是什麼 而且是可以治療的病 不太像以前說 那個一旦治療 就一定走向死亡 所以重新定義 那重新定義 為什麼可以重新定義 它就是把它定義說 它也跟氣喘一樣 它是一個什麼 Chronic Infirmative Response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慢性發炎 呼吸道發炎的疾病 所以這樣來講 當然比較可以治療了 如果像以前 認為COPE是構造改變 構造已經變化 那用什麼藥都沒有用 可是它如果是inflammation 是發炎為主的 那就可以治療 現在就有藥物可以治療這樣 那除了治療以外 那它有另外一個特別要 請大家注意什麼 不要讓病人有什麼 Axospation Axospation是什麼 就是急性惡化 不要讓病人 一直來掛急診 一直什麼 住院 還有呢 要去治療它的comorbidity comorbidity是什麼 叫做共病症 我們剛才提到COPE令人死掉 不一定因為呼吸衰竭死掉 有可能是心臟血管疾病死掉 這就是它的共病症 所以你要重拾治療它的一些共病症 所以這是2011年以後 夠乾來把COPE重新定義上 所以它其實就是定義上就是說 它就是一個呼吸道發炎的疾病 可以產生一個呼吸道阻塞性的變化 就叫COPE令人死掉 那這範圍就很廣了 不再侷限以前的 可不可以把開題是MBC嗎 而且我回一下前 一直在短 喂 嘿 有什麼錢 可不可以 我現在在學校上課 好 所以這個定義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定義 改變了大家對COPE的想法 所以呢 它在裡面特別提到說 Spider Matrix Spider Matrix是什麼 建議COPE還是都要做Spider Matrix Spider Matrix是什麼 就是剛剛提到的 測F1E1的肺功能肌 因為為什麼 以前我們常常在醫院 很容易就診斷COPE 結果診斷了10年以後 病例翻一翻 沒有肺功能 就當做COPE 但是沒有肺功能的data 這個是 所以它建議大家可能還是要做 那為什麼會這樣建議 大家知道 我們醫院說非公人很簡單啊 開個order 病人就來做了 那 你知道 台灣開業醫有沒有非公人劑 大部分都沒有 開業醫可不可以診斷COPE 可以啊 他們當然也可以治療COPE 可是就沒有非公人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全世界都是個問題 全世界的那個 開業的也 也不可能有非公人 所以他還是建議說 可能啊 你既然要診斷COPE 你還是要讓他做個非公人 這樣才符合一個標準 所以這樣的狀況下就是 2010年以前的 COPE診斷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目標就是放在什麼 控制 症狀控制 因為我們弄的是不會好的 所以就放來說 症狀好好控制 讓他去活動啊 增加他的一個生活品質 目的就放在這裡 那就達到了我們治療COPE的目的 可是2011年以後 就不對囉 不是症狀控制 因為他已經是一個可治療的病 所以變成要什麼 要降低未來的危險 所以降低未來的危險 就很多囉 就是防止疾病的惡化 還有呢 防止病發症的產生 還有呢 防止 防止急性惡化 還有最後呢 要降低mortality 就要 減少死亡 所以這個 你現在對COPE了解 就不是以前 以前都說 好好好 症狀解決就可以了 不是 現在你有責任 要減少他的死亡 所以 那減少死亡就有幾個方式 一個方式就是 我剛才提到的 你要降低他的症狀 這台還是怪怪的 你要降低他的症狀 就要根據什麼 根據不同的phenotype 因為病人來找你 都是不一樣的型態 所以你要把病人 分成不同型態來治療 然後 你要降低他的什麼 complication system effect 就要找出病人的 什麼 共病症 comability來治療 那你要減少惡化 那就要減少他的 這是目標 在治療的時候 新的肝癌告訴你 這三個目標很重要 那很重要就是說 那你要找出 不同型態的病人 那就要什麼 除了廢工人以外 現在認為說 要判斷他什麼 喘的程度 我們剛才提到 廢工人好的 不一定不會喘 廢工人不好的 有時候 也不一定不會喘 那怎麼樣去判斷病人 會不會喘 大家知道什麼 判斷病人會不會喘 病人說我會喘 那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誰知道 我也不知道 這個喘本來就是很 主觀的主述 但是 我們的醫界還是很想知道 要把船分級 到底 奪船也要分級 那就很多問卷 那這個現在 大家 購乾奶 就剛才的乾奶裡面 採用的問卷 有個叫做 Modify的 就是MMRG 叫Modify MRG Britiness Scope 就是叫 Britiness就是船的scope 的評估 那把它分成什麼 0分 1分 2分 3分 4分 0分到4分 0分當然就是 再怎麼運動 就不太會喘 叫0分 然後4分什麼 稍微動一下 離開房子就船 4分 然後3分是什麼 走100公尺會船 那2分呢 可能比一般人要走得慢 跟人要走路的時候走比較慢 2分 1分呢 1分要激烈運動才會船 所以這個是01234 那剛剛有沒有上過那個 新衰竭 哈菲爾 哈菲爾在評估船 是不是也是類似 他也是類似這樣的問卷 所以這個MMRC 最後來評估說 病人會不會船 是一個問卷 那大家會不會覺得這樣 不太科學 對啊 不太科學啦 當然沒辦法 因為船就是這樣子 那就是大概 讓病人 弄出一個分數來 那你就知道 至少 至少 我說3分的時候 至少你懂啊 至少你懂我在講什麼 比如說欸 我去問病人 那病人的MMRC 的Score是3分 那至少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病人可能走100公尺就船 這個 共通的語言 那再來就是 好像 很Rough 很Rough 所以大家就不滿意 那不滿意 大家知道這個學者是誰 這裡有寫 叫Paul Jones Paul Jones Paul Jones 是在倫敦大學的一個 Saint George的 那個 學院的一個 教授 他 夠甘愛就是他制定的 全世界的 夠甘愛就是由他領導 才制定的 就是這個 這個學者 那 Saint George 他是不是很熟 Saint George 有一個很重要的叫做 Saint George Questionnaire 有沒有聽過 聖喬治的那個問卷 那個 其實是現在 大家 大家在評估病人的 生活品質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個問卷 叫 Saint George Questionnaire 也是他制定出來的 不過那很複雜 那個問完一個問卷 大概要半小時 他包括 身理 心理 心情的問卷都在裡面 問完半小時 所以做研究的時候 都會用Saint George Questionnaire 來代表說 病人的生活品質如何 他說 其實他是無私的 他說 當初他制定出來的時候 全世界都在用 所以當初他如果 把他叫做 Paul Jones Questionnaire 今天就叫 Paul Jones Questionnaire 他說他很無私的 把他貢獻給 他的母校 叫Saint George Questionnaire 他講的 OK 那他也覺得說 那我們用MMRC 來評估病人的 喘的程度 好像怪怪的 所以他後來也慢慢 去再弄出一個 比較簡單的問卷 因為Saint George 當OK 可是半小時太久了 所以他去弄出一個 叫Cat Cat Cat是貓 Cat是貓 不是啦 不是貓 COPD Assessment Test COPD的評估 Test 那就 他問了八個 他找出八個問題來 那每個問題是0到5分 讓病人填問卷 那0到5分 總共有幾分 八題嘛 所以總共是40分 所以他再把他分 小一10分 10分到20分 21到30 30分以上 30分以上 30分以上就最厲害了 一個COPD最厲害的表現 那10分是比較好 那我們再把他放大 這八個題目裡面 前面三個叫做 我有沒有什麼 談 我有沒有喘 我有沒有胸悶的感覺 這個 前面三個問題是這樣子 那後面幾個問題 我走路的時候 走一層樓的時候 會不會喘 那生活有沒有受到限制 再來是什麼 我有信心外出 再來什麼 我睡得好不好 我精力充不充沛 你看很奇怪 只有三個 八題裡面 只有三題跟肺部好像有相關 胸不胸悶 可不可受 其他是精力充不充沛 睡得好不好 所以代表說 COPD的病人其實 他在意的 不是只有 悶不悶 可不渴 他在意的是 睡得好不好 精力充不充沛 當初他在制定這些問卷的時候 是問了什麼 問了 大概一兩千個COPD病人 還有一兩千個醫師 問他們說 你覺得 你在治療COPD的病人的時候 什麼時候 什麼最重要 就問出來八個問題 那 病人跟醫師 認為什麼最重要 他後來用統計的方式算出來 睡得好不好 精力充不充沛 比病人會不會咳 他認為還重要 所以 意思就是說 COPD的病人 肺部發炎的症狀 只佔了四三個 全身性發炎的症狀 佔了很多 所以後來就定出 這個叫CAT 這個問卷 所以這是全世界 目前在用的問卷 0到40分 這是一個 來評估病人喘不喘 那第二個就是 急性惡化 我們剛才提到 急性惡化很重要 一開始有跟大家講 病人如果有住院 可能以前都認為說 在國就是3.6年 所以這篇NGM 發表在新格蘭雜誌 這一篇 2010年這一篇 出來的時候大家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發表在NGM 他說 他 這義大利做的 他就回溯說 病人第一年 如果有兩次以上 expression 第二年 比較容易有兩次以上 expression 第三年 所以他把比率算出來 中間這個叫只有一次 那這個沒有expression 第二年沒有expression 的病人也比較沒有expression 第二年沒有expression 第三年也比較沒有expression 也這樣上NGM 就是這樣而已 就上了NGM impact factor三十幾分 可是他就 就是 大家以前都認為 急性惡化很重要 但是沒有一個 統計數值 他只把統計數值拿出來 告訴他說 急性惡化很重要 那真的很重要 是很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 病人如果急性 不舒服 來找你 如果是來 門診跟你講 我不舒服 或是來急診 跟你講我不舒服 回去以後 他會再發的比率 大概十幾到二十幾percent 可是如果病人是住院 或是住到ICU的病人 住到交易病人病人 就是說死亡率 就是講死亡 你可以看到 住院的病人 大概有十percent 有十percent 會死掉 住到ICU的病人 有接近五分之一會死掉 所以急性惡化 本來就是很重要 所以過去 過去在2010年以前的 COP的急性惡化 是當作什麼 有三個 就是病人會不會喘 會不會咳 痰 痰多不多 這三個當作急性惡化 可是2011年以後 他就把它變得比較 比較寬鬆了 所謂比較寬鬆就是說 病人如果有因為呼吸的症狀 來找你 病人如果有因為不舒服來找你 你有因為這樣改變藥物 就叫一次急性惡化 所以就變得很寬鬆 很寬鬆 很寬鬆的目的 所以他就說 應該要早一點把這個問題找出來 而不是等他有症狀的才找出來 所以2011年 夠感染的 又把它改變了 所以這是急性惡化 他們把它變得比較寬鬆 那第三個 我們再講 comorbidity 我們再講 第一個是症狀 急性惡化 第三個再講什麼 合併症 共病症 COBD有哪些共病症 這個肝癌告訴你有 第一個 心臟血管的疾病 這是最常見 把腿部弄出來 那第二個就是 肢氣管擴張 blanchotasis 會伴隨肢氣管擴張 第三個呢 就判成metabolic syndrome 因為都跳掉了 因為這台電腦都跳掉了 metabolic syndrome就是 太瘦太胖或是低耶 第四個就是 骨質疏鬆 病人會因為骨質疏鬆痛 喘會不舒服 第五個就是 anxiety depression 會焦慮 會不安 會憂鬱 會有lung cancer 還有呢 會感染 因為infection 這都是他的共病症 那心臟血管疾病 是最常見 在我們統計是50% 然後再來就是lung cancer 當然大家同意 那其實 被忽略掉就是什麼 骨質疏鬆 還有什麼 anxiety depression 大家知道多少病人 會anxiety depression 有60%的病人 10個COPD的病人 有60%有anxiety depression 為什麼 動就喘 動就喘 就不敢出去 剛剛講的 出去很重要 精力充不充費很重要 不敢出去 凡事靠家屬 這誰都會憂鬱 不安 所以60% 有多少人會osteoporosis 甚至到70% 會骨質疏鬆 這些都是他的共病症 所以 夠乾來告訴我們 一個醫師 要幫COPD的病人 找出這些問題 同時治療 不然病人不會好 他的喘不會好 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住院 住院後 第一天 他有COPD 有hypertension 有高血壓 有心臟血管的疾病 還有糖尿病 也有骨質疏鬆 開過刀 那住院 第一天就跟你講說 喔 你是我喘啊 喘得要死的 快死了快死了 第一天就這樣講 可是呢 呼吸也還好 講話也還好 MMC也還好 但是他就跟你講 我快死了 想得快死了 那住了 差不多 三個禮拜以後 要出院 以前讓他出院了 他還是跟你講說 你是我喘得快死了 我要讓他出院 他還是跟你講 我喘得要死 那這當中做什麼事 召會精神科 因為他的喘是來自於 anxiety depression 他說喘得要死的時候 血氧很好 講話很好 什麼都很好 但是他就覺得 那這樣導致他 整個生活品質很不好 所以後來召會精神科 精神科 召會精神科醫師 然後精神科醫師的建議說什麼 就讓這些 讓這個COP的病人去做什麼 做團體治療 做精神科的團體治療 所以要解決什麼 anxiety depression 不是只有用藥一直在治療什麼 他的COPD 所以這是共病症 現在知道對COPD 共病症也要找出來 所以呢 鋪陳了這麼久 為什麼要講這麼久 包括說我們剛剛講的問卷 MMRC 還有CAT的這個問卷 還有講什麼 講 急性惡化 對不對 還有講共病症 鋪陳了這麼久 要幹嘛 要講新的COPD的一個治療的感染 他的想法 那現在想法就不是只有廢工人 這個縱軸就是剛剛講的廢工人 大家記得嗎 GOLD1 2 3 4 就是剛剛的F1 1 80 方式他是上廁所 他不是現在才來 哈哈哈 然後 GOLD2 就是什麼 F1 50到80 那 GOLD3 是50到30 GOLD4 就是F1 小於30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說 在2011年的 購乾耐 就用這個來分他的嚴重度 那現在認為說不對啊 那不對要怎麼辦 所以 右邊又多出一個什麼 As a special 剛才不是說急性惡化 大於兩次以上的 很厲害啊 第二年 第三年還會急性惡化 那第一年一次的 就比較少 零次的比較少 所以他把縱軸又加這個 急性惡化 那橫軸呢 橫軸就是剛才講的MMC MMC剛才講 0分1分2分3分4分 喘的嚴重度 小於2分在這裡 CAT CAT剛才不是說 0分到40分嘛 所以 10分以下 就在這裡 10分以上在這裡 我剛才講 問了這麼久 就是鋪陳這個圖 大家才懂 那現在的COP的 概念是想什麼 就是剛才提到 MMC跟CAT 這兩個問卷 齁 對不起 因為 這個 這個動畫 這邊有問題 我把它弄掉 不然大家看不到 不好意思 剛剛的圖不見都可以忍受 這個不能忍受 因為這個很重要 就是 它因為這樣子 現在的新的過肝癌 過肝癌 就是變成ABCD ABCD就是什麼 第一個 你先判斷它的 讓病人問卷 MMC 是不是小於2分 或是大於2分 還有CAT 小於10分 大於10分 先問 問卷問完以後 把它分成B跟D 或是A跟C 那分完以後 那再看什麼 看它是ABCD 有沒有大於2次 或是它的肺功能 如果它肺功能 是小於50% 或是有大於2次的ABCD 它就在上面 所以一個病人 意思就是說 如果一個病人來找你 我們先給他問卷 它的CAT 如果是20分 或是MMC3分 那就是一定是B跟D 那如果它吹一個肺功能 它的肺功能小於50% 那它就是D 所以新的COPD的分類 它就是D 那如果它的CAT 大於10分 但它的肺功能是60% 那它的分類就叫B 所以新的叫做ABCD 鋪成這麼久 就是為了這ABCD 這四個字 OK 所以呢 新的肝癌就跟你講 分的ABCD 這四組病人 簡單的A就是 像D 夠的就是3次 或是它的ABCD 每年大於2次 或是它的MMC 大於2分 或是它的CAT 是大於10分 那這種病人叫做 High Risk More Symptom Symptom也很厲害 但是呢 肺功能也不好 那這樣A就是 Less Symptom Low Risk 所以這是 現在的分法是這樣子 所以原則上 那 併發症也是隨著ABCD 越高 當然就越高 孔育率就越高 所以這是 目前COPD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 這在各個醫師 如果他在吵到 就可能要等 就要講 所以呢 現在知道說 很多A的病人 在哪裡 A就是症狀不明顯 還有肺功能也很好 這A的病人在哪裡 可能在加醫科 可能在 開業的醫師 不是在專科醫師那邊 那B呢 我們先講D啦 D就是症狀很明顯 症狀很明顯 肺功能很差 那這在哪裡 就在我們科 這在胸腔科 那B在哪裡 B就是症狀很明顯 但是肺功能很好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肺功能不錯啊 但是很喘 我剛剛有沒有講 一個住院病人 他說 從第一天說我喘的鑰匙 到最後一天還喘的鑰匙 可是 他的問題是什麼 是精神科 所以B就是 症狀也會很厲害啊 可是肺功能很好 這最常見在心臟科 因為剛剛提到 這些共病症 所以這些 不一定在心臟科 通常就在共病症的 的醫師 包括心臟科 包括心臟代謝科 B 可能在其他科 那A呢 C呢 C就是肺功能很差 但是沒有症狀 怪怪的齁 肺功能很差 但是沒有症狀 這些病人 大家都認為說 到底有沒有這個族群 其實大家都在存疑 但是 大家知道Paul Jones 剛才那個學者 對不對 有人問他說 那你會 他也認為說C很少 那有人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要弄出一個C來 為什麼是ABC 就這樣就好了 他說 可是我就要弄象限給大家看啊 所以再弄出一個C來 C 所以 所以我們台灣有去分類 我們台灣有在 現在在收COPD去分類 全台灣來收C都不多 到目前大概也只有八九% 所以C實在是很少 那C有可能就是很多人 很多病人他症狀很明顯 他自覺 叫自我感覺良好 肺功能很差 但是自我感覺良好 就這樣而已 那這種病人 畢竟少數 所以這個 Paul Jones 這個學者 就把這個ABCD 分出來以後 那就給大家一些建議 我們講今天腰 我們講的比較 不要那麼多 因為這個大家也知道說 A他有建議用藥怎麼用 B 用藥怎麼用 C 用藥怎麼用 D用藥怎麼用 這個就是給大家 概念的參考 很複雜啦 連胸腔科醫師都背不太起來 大家知道 在參考概念就好 不要知道就是說 這些藥物 我們現在在治療COPD 這些藥物很多 那總結來講 大概就是三種 一種就是 吸入型的類固醇 一種就是 支去管擴張劑 叫 不好意思 我圖本來很漂亮 電腦的問題 一種叫做 吸入型的支援擴張劑 一種叫做 腹膠感神經抑制劑 就是Antichorenergic 那一個叫做 吸入型的類固醇 也就是吸入型的 Beta-2-Agonis 那總結都是這三種藥為主 那夠甘藥有特別提到 這個 對支援擴張劑來講 COD 的病人 要用吸的 比吃的好 像我們急診很多 還在病人吃 支援擴張劑 上來都被我們滴吸掉 吸的支援擴張劑 比吃的要來得好 那再來 長效的支援擴張劑 比短效的來得好 以前像 電力軍啊 崔愛蓮 他們都用短效型的支援擴張劑 後來就出事情 那吸入型的類固醇 目前不建議 在COPD不建議單獨使用 要配合 長效型的支援擴張劑 一起用 這個是 目前簡單的 定義是這樣 我想藥物不用記那麼多 因為感染都有寫 那未來當然還有一些 這個未來可能的藥物 包括像Statine 包括像一些Sullokine的Inhibitor 可能也可以用來治療COPD 這是未來 但是現在 就是剛才介紹給他這些 吸入型的藥物為主 那 這是藥物治療 但是夠剛才還有特別提到 非藥物治療 非藥物治療 原則上 就告訴大家說 ABCD把它分成兩塊 A是一塊 VCD是一塊 A就告訴大家說 要怎麼辦 要戒煙 要活動 要去動 然後呢 要打 vaccine 要打疫苗 這是A A就是什麼 沒有症狀 肺功能很好的 那VCD呢 VCD就開始有症狀了 肺功能開始不好 那一樣 也要戒煙 也要活動 也要打疫苗 打疫苗 以外 建議做什麼 肺部復健 要加上復健 胸腔的復健 那這胸腔復健 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在做了很多啊 很多讓病人住院 或在門診的時候 做很多復健的工作 包括吸氣 包括給他一個鎮壓 負壓的這些裝置 都是在做復健 所以大家不知道 不是只有復健科 在做復健 胸腔科也在做復健 所以這是 甚至有些病人呢 需要給他一些 額外的 device 包括說 給他用氧氣 包括給他用 對不起 如果四肢沒有力量的 我們還會給他電刺機 四肢的電刺機 或是回家要帶鎮壓呼吸器 這些都是COPD 額外的 那最後呢 還有一個概念在寫什麼 Advanced COPD 所以Advanced COPD就是末期 末期的COPD 現在開始在講什麼 講安寧嘛 我們知道 現在安寧治療不是只有癌症 有八大安寧治療 八大安寧治療 COPD 到末期以後 也叫安寧治療 來 所以該來也開始在講 如何使用這什麼 Opivate Opivate就是止痛劑 症靜劑 來解決病人的症狀 所以這個是 安寧治療 也加入COPD的治療裡面 所以一個病人來 一個COPD的病人來 其實很複雜 比如說像這個病人來 你就要看它是 夠的是ABCD的哪一個 那再來就是 剛才提到 它是哪一種的ABC 是Penlobulin ABC 再來就是看說 它發炎 是怎麼樣的發炎 再來說它有沒有共病症 有沒有anxiety depression 有沒有心臟血管的問題 有沒有osteoporosis 還有呢 有沒有anxiety 睡不著這個 所以一個COPD的技能來 要幫它找出這麼多的問題 來 那甘奶都有告訴大家 所以對COPD 最後來講就是 告訴大家說 要根據甘奶來治療 要給它不同型態的COPD 把它分出來 ABCD分出來 然後給它適當的藥物 給它藥物治療 或是給它什麼 肺部復健 非藥物治療 那這整個加起來 才可以什麼 才可以解決COPD的問題 最後死亡率才會減少 才會減少這些死亡率 所以這應該是最後 COPD這一塊 就好了 2 5 5 3 5 感谢观看